上个月,俄罗斯叫停了黑海运粮协议,结果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谁都想象不到,乌克兰和波兰这一对自俄乌战争以来就团结的非常紧密的好盟友,突然之间关系有了裂痕。 为什么?就是因为俄罗斯叫停黑海协议之后,乌克兰希望把大量运不出来的粮食通通清销到东欧国家,可是以波兰为首的东欧国家不干了。 他们说过去500多天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给了乌克兰大量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接纳了大量的乌克兰难民,可现在他们不能再接纳乌克兰的粮食了。 因为这些国家也是粮食生产大国,如果他们把便宜的乌克兰粮食运到本国的话,那么本国老百姓、本国农民的收入就要大幅下降。 有的国家的执政根基甚至都不稳了。 所以这两个国家现在开始打起了口水仗,互相召见了对方的大使。 其实,俄罗斯叫停黑海协议之后,引发的危机远不止此啊。 此前的节目我们就说过,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过说,如果大量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粮食无法运出的话, 那么全球将有5000万到4亿人将因为粮价上涨而陷于贫困,陷于吃不饱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中。 所以,俄罗斯最近和非洲领袖开峰会的时候,普京还特别表示,俄罗斯未来会拿出大把的粮食和化肥援助给这些非洲国家。 是的,今天都21世纪了,可是从全球角度来看,粮食危机还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 就像以往我们说的那样,这场俄乌战争对全球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和能源格局的改变将是非常深重的。 而且还有可能改变全球粮食的格局。 要知道,对于欧洲这些富国来讲,买不到俄罗斯便宜的能源,无非是多花些钱买美国贵的能源而已。 可是,对于大量的亚非拉穷国弱国小国而言,买不到足够的粮食,那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啊。 尤其是今天从全球角度来看,粮食危机出现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制约的因素远不止俄乌两家。 大家知道吗?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美国的各大超市啊,有一种物品变得非常的抢手。 什么呢?大米。过去两年,美国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在上涨。 所以,普通美国老百姓不大可能因为大米价格急速上涨而去抢购。 今天他们之所以要抢购大米,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大米价格在上涨。 更关键的是,如果你现在不抢,未来可能没有了。 为什么?因为全球第一大大米出口国印度最近做出了非常严格的大米出口禁令。 除了某种特殊的印度香米之外,几乎所有大米产品在未来一段时间通通不可以出口。 我们知道,近些年来,美印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 在美国生活着大量的印度仪,对他们来讲,大米是每天都要食用的主食。 而现在,他们要面临的危机不光是大米价格上涨,而是未来有可能在超市中你都买不到大米了。 而且,确实,当印度这样一个全球第一大大米出口国宣布大米出口禁令之后, 全球大米价格一定会应运而起的。 据相关专家测算,现在全球大米价格已经涨到了过去11年以来的最高位, 而这个价格未来有可能还会继续上涨, 因为不光印度,俄罗斯,阿人球,其他的一些大米出口国也纷纷做出了大米出口禁令。 这是为什么呢? 此前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聊过印度农业的现状。 说实话,印度农业基础是得天独厚的,虽然说印度的国土面积大概只有我国的三分之一, 但是人家的可用耕地面积比我们多呀,尤其是看看地球仪我们就知道了, 印度的纬度比我们低得多,水热条件更好。 所以相对来讲,印度发展农业应当说比我们的条件要好, 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我国农村已经几乎没有年轻人了, 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60%到70%了, 我们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是极少的, 可印度不是这样啊, 印度到现在为止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从事农业的, 可是印度的农业非常拉垮,印度的耕地面积比我们大, 印度的农业人口比我们多得多, 可是印度每年的农业产出呢,比我们少得可怜, 而且即便这样,印度每年还大量的粮食出口啊, 全球40%的大米出口是印度这一个国家完成的, 所以难怪我们经常说14亿印度人只有一亿是人口, 13亿都是生口, 因为确实大量的印度人占有的粮食, 蔬菜,水果,肉类消费,实在是低得可怜, 我们的粮食产量大概是印度的两倍, 但每年我们还大量的进口粮食, 印度每年还大量的出口粮食, 而这一次印度为什么要搞大米出口禁运呢, 这是因为啊,过去这几年以来, 全球气候多变, 很多国家经常性的遭遇到极端恶劣天气, 今天可能是四五十度的高温, 明天就是暴雨洪水, 这导致印度的农业雪上加霜, 前一阵子咱们不是听说印度西红柿价格暴涨了, 涨到什么状态呢, 涨到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企业, 在印度的门店出售汉堡的时候, 都不能夹带西红柿片了, 因为西红柿价格太高了, 不光西红柿价格暴涨, 印度国内由于自然灾害导致大米减产, 所以大米价格也在上涨, 对于中国人来讲啊, 说实话, 由于这些年来经济发展, 物资丰富, 大米价格如果有个些许的上涨, 比如说超市中的大米, 从两块钱一斤变成两块五毛钱一斤, 甚至变成三块钱一斤,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 我们不太敏感这个价格, 虽然大米也是我们的主食, 面粉也是我们的主食, 但是这些主食的价格, 它并不是很高, 哪怕涨个10%, 20%普通老百姓绝对是能负担得起的, 可是印度人不一样啊, 印度人本来收入就低微, 这个时候你把它的基础食材价格, 哪怕有个几个百分点的上涨, 印度老百姓就会较苦连天, 尤其是呢, 明年还是印度大选年, 莫迪总理的第二个任期马上就要结束了, 他要积极去追寻他的第三个任期, 所以作为执政党, 他当然不希望国内粮价飙升, 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 如果说印度农业减产, 本国大米价格飙升, 他还把大量的大米出口的话, 那么有可能引发本国的人道主义危机啊, 实际上这些年来, 印度一方面每年国内都有大量的人吃不饱饭, 另一方面同时还把大量的粮食出口, 这样的现状已经遭到很多人的指责了, 所以印度政府这次下了狠心, 为了保证国内大米价格不飙升, 为了使得大量印度老百姓好歹能吃得饱饭, 所以印度出台了这样的政策, 禁止大米出口, 大家别忘了, 全球大米出口中有40%是印度完成的, 印度这一叫停大米出口, 那等于一下子全球范围内的大米供应严重不足, 再加上俄罗斯阿人球这些传统的大米出口国家, 也考虑到如果未来全球米价飙升, 那么对于本国来讲是一个威胁, 所以他们也跟着印度叫停了大米出口, 还有泰国, 泰国是仅次于印度的大米出口国家, 可是最近几个月呢, 泰国要求本地老百姓尽量不要种水稻, 为什么, 因为天气预报显示泰国近期干旱, 种水稻有可能几个月之后啊, 收入大幅减少, 所以泰国政府建议说, 要不然你改种别的经济作物, 要不然呢, 从原来一年种两次水稻变成一年种一次水稻, 以应对现在这个干旱的天气, 这可就麻烦了, 大米第一出口国印度下达严厉的禁止出口令, 大米第二大出口国泰国下令减产水稻生产, 所以很多人担心未来全球大米价格会不会飙升, 而大量生活在美国的印度仪, 现在就要早做打算抢购大米了, 所以确实哪怕到了21世纪的今天, 全球经济结构还是非常脆弱的, 稍有风吹草动, 连大米这样最基本的主食供应都有可能出现危机, 价格也有可能出现飙升, 当然看到了全球大米价格上涨之后, 很多朋友可能也担心, 那么我国的大米供应, 我国的粮食供应会不会出现问题呢? 我跟大家讲, 我们完全可以放120个心, 首先第一, 纵观全球各国,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这么重视粮食安全, 多少年来我们就提过18亿亩的耕地红线是绝对不能逾越的, 到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保证有足够的粮田, 有足够的粮食生产, 主粮的自给率必须达到90%, 甚至达到100%, 我们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 如果自己不能保证自己的粮食安全和供给的话, 那么随时有可能成为被别人宰割的对象, 此前一期节目, 我们跟大家聊过俄罗斯粮食生产的现状, 俄罗斯今天可是一个妥妥的粮食大国呀, 俄罗斯每年的粮食生产总量是超过1.5亿吨的, 平均一个人一吨以上, 所以俄罗斯从来没有粮食供应的危机, 而且在俄罗斯手中, 粮食还有可能转化成武器, 因为它可以大量出口粮食, 可是俄罗斯粮食的丰收并不是过去几十年一以贯之的, 倒退30年, 在前苏联时代, 俄罗斯的粮食就是不能自给自足的, 所以导致俄罗斯在和美国争霸的时候, 被人家抓住了痛点, 是普京总统上台之后, 用20年的时间不断调整俄罗斯农业生产, 才赢得了今天的局面的, 当然人家俄罗斯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 毕竟俄罗斯国土面积巨大, 而且人口稀少, 所以俄罗斯想完成粮食自给自足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么对于我国呢, 我们的国土面积比人家俄罗斯小, 我们的耕地面积比人家印度少, 我们还有这14亿人口, 所以任何时候我们对粮食生产都不能掉以轻心, 而另一方面呢, 为了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 我们同时也在做两件事, 第一就是加大粮食存储, 前两年疫情之时, 全球也闹过粮食危机, 那个时候就有国外政客不要脸的指责我们, 说中国囤积了大量的粮食, 中国囤积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粮食储备, 我们当然要存这样多的粮食, 你美国日本西欧有大量的战略石油储备, 因为你知道一旦你没有足够的石油, 你容易被人卡脖子, 那么我们当然也要存储大量的粮食, 以保证我们14亿老百姓的饮食安全了, 而且我们在大量存粮的同时呢, 我们还大量的进口, 我们现在还大量进口粮食, 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粮食, 而是一方面我们要拓宽来源, 积极保证粮食安全, 另一方面呢, 我们进口的不止粮食, 还有蔬菜,水果,肉类, 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尤其是近两年来, 其实我们也从印度进口大米, 只不过我们从印度进口的大米呢, 不是给人食用的, 而是用作饲料的, 这一方面有利于提升中印之间的贸易往来,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帮助我国养殖业的迅速发展, 所以这次印度虽然下达了大米禁令, 但是实际上对我国大米市场来讲,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我们手里有足够的粮食储备, 我们每一年自己就能生产出大量的粮食, 我们还有能力从全球进口大米, 所以哪怕海外出现大米抢购潮, 哪怕全球米价已经上升到11年以来的高位, 但是对于我国老百姓而言, 我们根本没有感受到全球大米价格上涨, 给我们的生活会带来什么影响, 甚至上个月我们的CPI指数竟然都已经到了零了, 这就说明最近几个月我们的物价极为平稳, 不但没有上涨, 反而是下降, 这个世界是不太平的, 疫情来了三年, 战争也打了500多天, 全球范围之内有很多人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当此之时, 我们才能感觉到生活在一个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中的大国是多么的安全,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